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闻谈 连概要也不是 而是一个闻谈 我们说了慈悲良黄 慈悲道长忏法 慈悲道长 这词是弥勒菩萨慈悲道长 我们说任何开示 根据天台宗来说 都要五重原意 慈悲显体 明中 论用 判较相 慈悲显体 明中 论用 判较相 慈悲显体 明中 论用 判较相 是解释名 我昨天解释名字 慈悲良黄 保 忏是续名字 慈悲良黄 保 忏是续名字 是续名字 真正的原名是慈悲道长忏法 先识明后 显体 明中 论用 判较相 我已识明 慈悲两个字 生缘慈 法缘慈 无缘慈 爱缘慈 亲缘慈 同体悲 慈悲为何 十分重要 整步良黄忏 慈悲良黄忏 所以慈悲两个字 大家明白 道长是甚麽都说了 道长不只是狭义 佛祠是道长 家里都是道长 白衣社是道长 任何地方修行的时候 大致是在巴士上读诵经典 一路驾车的时候 诵诵六字大名咒 那个地方就是道长 这个俠义来说 广义来说 即心是道长 你的心就是你的道长 不需要找很多道长 最近你的地方就是道长 不要去找 不可以找理想道长 找不到的 不要向外追求 向内观 内观的心就是道长 向外追求 永远找不到你的心内道长 你用所缘境去找尋 无有时处 所以道长两个字已经解释了 忏法 未解释 但待会讨论 忏悔的品里面 亦会讨论 会讨论 梁皇宝忏 刚刚拜了多少 梁皇宝忏有十卷 四十品 十卷四十品 二千多拜 我们拜了多少品 我们读中了多少品 我们读中了大约四品 第一品是什么 《皈依三宝》 第一品我们读中了 《皈依三宝》 大家有没有《皈依三宝》 什么是《皈依三宝》 你信佛而不皈依三宝 即是 还未踏进佛门的第一步 要皈依三宝 佛法僧为三宝 你有没有皈依三宝 你连皈依也未皈依 还未踏入佛法之门 三宝是什么 佛法僧 有所谓 有别相三宝 住持三宝 一体三宝 别相三宝是什么 佛 别相三宝来说 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 在菩提树下成道 像禄之身 当他讲《华严经》时 现勞舍罗佛之身 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释迦牟尼佛 就是别相三宝内的佛 佛宝 法是什么 法 是五时说教 演说 所有佛法 教法 四圣帝 八正道 五时说法 华严最初三七日 阿含十二方等八 二十二年 波野谈 法花六涅槃 共八载 这就是五时说教 五时说教 我不会把全部的五时说教 解释得很清楚 不够时间 我是闲谈 所以提下就算了 大家要 再去追寻 追寻义以理 争是什么 圣文原国菩萨 争包括 世俗争和性争 菩萨 菩萨便是争 菩萨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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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刻金银铃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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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就是戒法而上 戒法而上 如果没有戒 还没有憎恨 没有戒相 没有戒法 相对来说 没有戒法 没有戒相 没有戒行 没有戒体 如果完全没有戒法 戒行 戒相 戒体 何来有憎恨呢 所以是戒法而上 或者注持三宝 一体三宝 一体三宝是从觉悟的角度去看 从理性的角度去看三宝 我们现前的心识 我们现前的心识是什么呢 灵明觉照的心识 本来自性 清淨 杂宜 暂言空直 非空非有 这是体大佛宝 亦是本国 法是什么呢 是心识的相 能有诡犯作用 流转升尋时 便能够任运自性 遇到三宝善缘 善知识 便会从三学度里面 走到六度轮转更高的阶位 这是上大 在六度里面轮转的心识之相 亦是什么 曾是什么呢 曾就是它的容 曾用有无量的妙用 这是心识感的妙用 一一同于觉性 其用非常大 这是属于曾宝 如果有别相 三宝 住词三宝 Raj 一体三宝 根据《四分律含注戒》的 戒本再提出一个 《理体三宝》 这四样三宝 继续追寻仪理 梁皇宝铲 第一卷 第一品 归衣三宝 有没有归衣三宝 未归衣三宝 要开始归衣三宝 第二是断仪 断仪品第二 大家读过断仪品 昨天读过断仪品 什么是仪 梁皇宝铲是很精辟的 第一件事 保持禅师和所有编制梁皇宝铲的 高僧大德叫你归衣三宝 第二是断仪 很多人有仪惑 仪是什么 疑至 疑思 疑法 怎样为疑至 怀疑自己 我们怎样行 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没有那麽容易 不可以的 西方极乐世界 念就念 别人有念 我就有念 可以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生就算 有没有第二世 是否这麽容易 那便是疑至 你怀疑自己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怀疑自己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念佛 有障碍 为什麽有障碍 我说得简单 凡是怀疑 能否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就算他继续念佛 我只是怀疑 有些人是这样 尤其是有些人遇到困难多 遇到失败的多 打正书数 我不能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过别人念 我就念 看看能否生到 这叫疑 凡有这句疑是很危险 有疑之后 不念 肯定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怀疑之后不念 阿弥陀佛 实行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怀疑之后 你也念 一样的念 那往生 往不往生得到 往生得到 要你一心念佛 往生得到 但生去而成 在西方极乐世界 淨土里面有个边地 这个边城 这个边城 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去不了 下品下生都去不了 你只是去到边地 在边地清淨的地方 亦是莲花化生 还要在里面 莲花化生 修持五百世 五百岁 修持五百岁念佛 即是要补习 要补货 你未补到业 要补货 补五百 补五百岁 补货 才花开见佛 当你补货期间 当然有观音菩萨 亦有大世智菩萨 其他诸大善人 去领导 可能有领导你 但到了仪性 所以 千万不要怀疑 仪智 我业障深重 我道行不够 不要怀疑自己 你没有这个信心 你怎样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不停地念佛 你才可以往生 若你一怀疑生去移习 不要生去移习 你还要五百岁 才能往生 不过 去移习习比在三乐道 比在六道流转 大家不要移习 这是怀疑自己 所以梁皇宝铲里面 第二品 是断疑 断了你的疑 你怎样可以对峙怀疑自己 有些高僧大德 教我们观赏 如果你怀疑自己 便会观赏 我是有佛性 我心里具足无量法宝 因为烦恼所盖 道眼未开 只要我不断修行 不断练佛 我决定可以往生西方 你常常提醒自己 这叫疑治 疑施 疑施是什么 怀疑受道的教理那位法师 他没有威夷上貌 说话又不太庄严 他也不知行不行 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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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罪过 疑施 令自己的修行 有障碍 我们怎样对峙 应该作观 应该是什么 疑法不疑人 我不是看着他相貌 这位法师 这位师傅 我要起一个恭敬如来之心 恭敬 因为他未来读佛 为何要与他生疑 所以一定要不要做疑施 疑法 佛法也不行 真的有没有阿弥陀佛 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 这事真是假的 有了这些怀疑 就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很难学佛 怎样对峙 要作观 他们怎样作观 以前是这样想的 我法眼未开 未能辨别是非 我是凭我的信 佛法如海 唯信能入 若我不信 我不能立到佛门 一定要信 所以叫做疑 所以梁皇宝忏 第二品要断你的疑 怀疑 怀疑 有很多真实往生的个案 我又讲个个案给你听 谭虚大师 在他的念佛论里 谭虚大师之律 谭虚大师是 天台宗 在谭虚大师 老年 六七七十岁 有一位 秀无法师 秀无法师 是刑口人 他未出家前 是泥水匠 泥水出身 他的生活很坎坷 好苦 他各世间的痛苦 于是出家 出家法心念佛 谭虚法师 见哈尔宾极乐子时 有一天 外疗的一位法师 引领这位修无法师 见谭虚法师 这个修无法师 见到谭虚法师 礼拜鼎礼 说 法师 方丈和尚 我可否在此挂单 我愿意帮助上注 我法心 如果我能够在此 极乐子 如果你让我挂单 不容易挂单 现在容易挂单 以前不容易挂单 如果你让我挂单 我会发心帮助上注 我专门 发心事后病人 如果病疗中有人 我会事后他 谭虚法师 好 你可以让你挂单 他开始挂单 但住了十天八天 又来与方丈和尚 方丈和尚 我想要走 谭虚大师说 你来了十几天 又说事后病人 你现在又说发心事后病人 你现在又说要走 不是 我要往生 请和尚慈悲 为我 预备几百斤柴 死后要逃脾 要燃烧 谭虚法师说 你要往生 你要踩 他心想可能也是 他又问 你何时走 方丈和尚 十日内 我会走 好 我和你准备 十日内就要走 谁知第二天他就回来了 方丈和尚 他说我明天就走 明天就走 你又说是十日内 是的 明天也是十日内 我明天就走 请你为我准备一间房间 找几个 居士也好 联友 或法师也好 和我念佛 送往生 这样 好 和你准备一间房间 准备一间房间 让他进入 念佛 念一路念佛 还要分配三四个法师 和他念佛 几个年有 居士和他念佛 一路念一路念 念念 他 打坐 他没有病 念念他 盘腿打坐 盘腿打坐 有一个法师说 法师 往生要留几句法语 法解 即是往生的人当然留几句法解法语 才是往生的 这个修无法师说 我一生做苦工 没有读书 生性笨 留不到法解 但有一句说话 我想跟大家说 能说 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说完之后 盘坐 气断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他没有留法解 他已留了这句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你日日在文字般若里面转言 日日看经 看论 自愿文字般若 你不去修行 不是真智慧 说食素补 日日说文字 说要开误 说要修无生法隐 只得口说 在文字里面打圈 在文字里面打活计 但这些 不懂文字 一句阿弥陀佛 念到底 真智慧 这些就是真智慧 无智慧之中的真智慧 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说西方极乐世界没有 无疾而终 没有病 不懂智 是一个泥水像 是一个泥水像 当然他在第二间庙 他在第二间庙里面 可能他日日 日日 念佛 另外还有一个 还不断讲 不过这样讲法 又讲很长时间 如果不讲故事 你又不知道义理 如果一讲故事 我怎样讲下去 讲来讲起都是讲第一品 第二品 讲来讲起都讲不到 但也讲了多一只故事 在《影陈梅义录》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是谭虚大师说的 这个《影陈梅义录》 这个真故事 谭虚大师有位同参 他叫《帝贤天台中的帝贤》 不是同参 是他的师父 是谭虚的师父 帝贤大师 天台中 帝贤大师就讲了真实的往生西方的故事 帝贤大师有位徒弟 这位徒弟很特别 他在家居士时 补漏的锅 我们广东人说补锅 补锅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的锅烂了 就劈了他不爱 怎么会补呢 因为补锅比买新锅 但以前不是的 以前有个特别人去补锅 这位徒弟是 补锅 补锅 就是 帝贤大师的同乡 自小大家玩惯 是一个稀叛 大家常玩 有一天 这位补锅 帝贤大师 找帝贤大师 帝贤大师要出家 但这位帝贤大师说 你五十几 五十二 你又不识字 现在你五十几岁 修苦行你又修不了 你不要出家了 太迟了不如在家修行 但这个宝获像 他说不是 我真的要出家 我已经看透这个人生 我很苦 我要出家了 我现在家里没有什么家人 只要我一个 你让我出家 法师 你让我出家 爱爱恨求 这位 帝贤大师就说 如果你一定要出家 那你一定要听我说 有条件 才能出家 什么条件 老法师 你不用学经 你又不识字 五堂功课也不用你学 你又不懂灵验咒 灵验咒很难学 你又不识字 你这么老怎么学灵验咒呢 敲打唱念要学很长时间 你不要做五堂功课 不用你了 你直接修行 但你不准受聚触界 不准受聚触界 可以和你剃道 不受聚触界 山后面有一间小庙 让你在小庙里住 老实念佛 直接修行 我找一个年友 一个老太婆 和你每日煮饭 煮饭给你吃 和你执拾 你做一件事 每日闭的方便关 每日念佛 念到累又休息 休息完之后再念 你就是做这件事 每日念佛 不用你 早晚课也不用 早晚课改为念佛 五堂功课改为念佛 如是者 这个宝额像 真的剃道了 但没有受聚触界 真的天天念佛 有位老太婆 天天和她煮饭 执拾 她是专门念佛 什么都不做 南霍阿弥陀佛 一天念到 由朝念到晚都是南霍阿弥陀佛 一念念了三四年 这件事大家都不知道 戴行大师在前面 弘法离生 这位老太婆 天天和她烧饭 天天去念三四年 三四年过了 有一天 这位宝镇像师傅 我忘记他的名字 总之是宝镇像 他已经剃道了 沙眉 沙眉 他就告诉老太婆 你明天不用来煮饭 老太婆 明天有人供养你 我明天不来 明天不用来 但这位老太婆第二天 有人和她煮饭 有人供养她 有些衣服和她洗 我都要上去看看 这位老太婆就上去看看 在山上看看 入庙楼 看 敲门 敲门 没有人回应 门半掩 推开门 再进房间 看到她 站在床头 面向着窗 背部向着门口 老太婆 发师 他站在床头 面向着窗 手里拿着念珠 往生了 站在床 立化 已经往生了西方基督世界 换句话来说 是站在床头去世 面容 如栩栩如生 站着往生 是否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人去世怎会站在床头 没有什么消息 没有什么功夫 可以站着往生 无病往生 第一件事是 遇知时至 你叫老太婆不用来消贩 还不是遇知时至 知道自己何时走 这些是没有怀疑自己的 所以梁皇补衫里面断疑 你不要有怀疑 你怀疑你怎会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你不如把怀疑心态 老实念佛 日日念佛 破虎沉舟 吾作回头之计 努力念佛 学到犹如手禁城 紧把城头 战一场 不经一番寒切骨 枕得梅花 撲鼻香 学到犹如念佛 学到犹如手禁城 学到是怎样 学到就好像守着你的六根 不让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不让你的六拆色 声香味触法侵占 当你念佛的时候 你一心念佛 你还要手禁城 不让一切妄念侵占你 当然没有贪 亲 痴 杀 淫妄 念佛的人 要持戒 没有善根福德因缘 不得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善根福德因缘是什麽呢 你一路念佛 一路学道 修舌六根 清静 刀舌六根 静念相计 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都是一句佛号 眼观佛像 耳听自己的佛声 鼻 闻到痰香 当你觉悟的时候 鼻都可以闻到声音 一根清静 六根还原 六根可以互用 眼耳鼻舌 舌头 一句佛号 身不作其他 欠不正业 有留业的事 依一句佛号 都舌六根 正念相计 还不是守禁城 学道犹如守禁城 紧把城头战一场 守禁城时是什麽 要守得很重要 要守得步步为凝 贱贱惊惊 如临深渊 如理薄冰 你学到的时候 贱贱惊惊 随时怕这六根深入六根 贱贱惊惊 如临深渊 像行山渊 一不小心就跌下去 你用这样的心态去念佛 我一不小心 自己的心 没有清静心 妄心 我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 我要一心清静 学道犹如守禁城 紧发城头 战一场 不经一番寒切骨 怎麽都霉花泊鼻香 你不经过一番寒切骨 的训练 修行 怎得到 踏雪沉梅之后 霉花泊鼻之香 所以大家 一定要 精进勇猛念佛 禅座的人有一首对联 我很喜欢 这首对联是怎样的呢 他说 因勤静坐心方定 冷落寒梅游半香 你不因勤静坐心怎会定 冷落寒梅游半香 因勤静坐心定 就如如不经一番寒切骨 饵得梅花泊鼻香 才能闻到梅花泊鼻之香 今天不是讲诗词 是讲 梁皇宝忏 我说了疑 所以他断疑 断疑 断疑生信 绝上超宗 遁忘人法解真空 波野味重重 四句容通 福德叹无穷 断疑才能生信 你不断疑怎能生信 有些人不一定疑 西方纪律世界 他怀疑甚麽 他怀疑 因果报应 不知有没有 我见到 精进奉戒的人 应该得到长寿 他短命 屠杀 屠夫杀 杀业 应该是畜灵 应该寿命很短 但为何他又会长寿 我又见到清廉之士 应该是很富裕 但为何是贫苦老道 我又见到那些偷渡的人 反而 他应该是贫苦 我见到他很富裕 是否因果 因果 千叉万别的 倒置颠倒 并不是 你不要怀疑因果 因因因果的报应 千叉万别 这是因为他宿世 他宿世所做的恶业 虽然他今世有善业 未报 其实如果国下 你时常修行 时常念佛 你仍然有坎苛的时日 其实这些 是重罪减轻 若不是你念佛 信佛 修持 可能更重 你有没有听《金刚经》有一句 《金刚经》有一句怎样说 若有人读诵此经 为人轻贱 者 是人先世罪业 应度恶度 以今世人轻贱故 先世罪业 则为消灭 即是说 如果你时常读诵《金刚经》 你仍然为人轻贱 即是说 你的生命仍然很贫困 贫穷 老倒 坎苛 其实为何 为人轻贱是因为 先世罪业重 现在为人轻贱 坎苛的生活 重罪轻受 果是轻受 所以 现在你仍然存在在世间上 若不是读《金刚经》 你不修行 更加不堪切赏 所以大家不要移 不要移因果 第二段是因果 断移 梁皇宝产的第三品 刚刚读读的是 忏悔 忏悔第三 我们曾经忏悔 什么是忏悔 大家要知道 什么是忏悔 忏悔 昨天已经大致说了 忏悔有时忏 有理忏 有时忏之中 有作法忏 与取相忏 什么是作法忏 即是 身体要拜 口要清唱念 意念要思维 三页 依法披塵自己的罪过 求哀忏悔 这叫作法忏 所以 拜梁皇宝忏悔时 身体要拜 口要清唱 意念要思维 你不要一年拜 一年唱 你的意念 想了十万八千里 又想家 又想工作 其他事 心不在言 身虽然拜 心不在言 即是 身口都在 你的意不在 你无如你作意 你无如你作意 效果不大 所以作法忏是 身口意 三页都要忏 取相忏 即是 在定心里 运上 在道场里 见佛摸顶 或者见光 或者见到花 或者梦见遂相 或者闻空中的 音 即是声乐 在诸相里面 能够获一相 罪就会消灭 这是要灌赏的 取相忏 这是属于是忏 作法忏 取相忏 都是属于是忏 如果各下 每天在家里 每天 在家里 自己的家庭里 的小佛堂修行 你也要忏悔 回向忏悔 当你忏悔得很诚心 你梦中见佛摸顶 你便罪灭 或者梦中口吐黑蜜 嘔吐了很多东西 便罪灭 梦中见花见光 便罪灭 这是事忏 你忏是什么 一切罪业 皆从一念 不了心性的一念所生 能够了达心性本空 罪福无相 一切法佳式空 空直 罪亦灭 即是实相忏 所以说 罪从心起将心忏 罪从心起将心忏 心若灭是罪亦亡 心灭罪亡 两皆空 事则名为真忏悔 端座念实相就是真忏悔 这是真正的忏悔 但有些人说 忏悔 我没有做到很多恶事 为什么要忏悔 我没有做过恶事 但很多时候 你这一世做的恶事 你不知道 你不要以为 恶事 所以你所做的事 你不知道做错了 贪亲之杀盗淫妄 你以为没有做 很微小的 还有宿世 你以前所做的恶事 带来这个恶事 带来现世 我没有做过恶事 为什么我生命那么坎坷 宿世即是前世的恶事很多 有些人说 我们在人间多好 人间没有地狱 好像地狱那麽恐怖 我们人间没有地狱 哪有地狱那麽恐怖 我们人 基本上我们人多好 没有做什麽恶事 久不久有些小事 报纸中所报道 人做的恶太多 大家看中国历史 不要看世界历史 武则天大家听到 武则天 在唐太宗的时候 武则天十四岁 武则天十四岁 被选入宫裏面做财女 什麽是财女 是专负责从皇帝和皇后 弄藏铺 即是那些藏铺 太子叫做李治 李治后来成为唐高宗 李治和武则天 因为武则天十四岁 李治十五六岁 大家有种相恋 但是 当唐太宗嫁崩的时候 所有后宫 包括财女都要出家 唐朝的规矩是这样 唐太宗 浸嫁崩后 所有后宫一切 女士 财女全部要出家 所以武则天是被逼出家 亦都要出家 出家 出家后 唐高宗继位 唐高宗继位 有位皇后叫王氏 除了王氏 也有其他妃笨 另有妃笨叫萧氏 萧氏 亦都名叫宿妃 两位 皇后和宿妃 最得到皇帝的重行 因此 皇后皇氏和宿妃 大家争重 皇后 皇后皇氏 以前很喜欢武则天 想办法 让武则天还俗 帮他手 对付宿妃 找人去对付 斑马 斑马 找人对付宿妃 如是者 武则天还俗 本来是 比优尼 还俗 武则天是 善权谋 皇 姓考卫而妒忌 很聪明 但很喜欢权力 考卫就是想计计 计谋很好 结果兜夸了宿妃 被封为妃 后来武则天被封为妃之后 连皇后也斗夸 斗夸之后 还要把他们锁在监牢 锁在监牢 如何狠毒 这个监牢内 不准有枪 只是开个洞 两尺成两尺的洞 每日 里面有一支蜡烛 一小小灯 每日找人送饭给这两个皇后 和淑妃两个人吃 如是者困了两三年 天天见不到光 见不到太阳 这就很悲惨 天天见不光 见两个女士 本来是皇后 皇氏和淑妃萧氏 贬入冷宫 连窗户都没有 有一天堂高宗 怀念皇后和淑妃去探访她 皇后和淑妃 立刻表示希望得到自由 不计较命分 只希望自由 希望出监狱 不计较命分 唐高宗 将这件事 冥冥寄于心 想和武则天说 谁知道有人报信 皇上曾经见过 淑妃和皇后 还说了些东西 武则天大怒 大怒 将皇后和淑妃 各自打一百大板 打完一百大板之后 将他们 双手 双触 斩断 放在酒宫 放在酒宫 用酒来浸着那个人 不能死 将他双触 双手 斩断 两个人 将大酒宫 将他人放进去 叫做浸酒 这叫做 罪骨之刑 罪骨而死 你说恨不恨毒 人的心 狠毒 做无量业 大家过去宿世 有没有这样的心 所以速速要忏悔 为何人的生命 这么坎坷 以前做无量业 做了 一直流传到下一世 你不知道 这个宿妃 两个人和皇后 有个罪骨而死 死前 这个宿妃 发了毒誓 他发了毒誓 愿生生世世我为猫 亚母为鼠 事上 咬断其喉 即是生生世世我都要做猫 亚母 亚母是母则天 亚母是老鼠 生生世世我咬断喉喉 发毒誓 所以 皇宫里面 乃至偏僻的地方 皇宫不准养猫 不准养猫 所以 武则天 皇后有这样的权 一有权 作业无量 一有钱 作业无量 不分男女 有权有势 有名有余有地位 作业 作业而受报 好了 我说了断而 第一是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品 第一 断而品第二 然后是忏悔品第三 第四是什么 第四是法菩提心品 第五是法愿品 为何有法菩提心是法愿 法菩提心是种愿 别愿是法愿 所以有两品不同 法菩提心即是什么 佛道无上誓愿成 是种愿 成佛 威仪时有四大弘愿 众生无边誓愿道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法愿有别愿 法菩提心是种愿 别愿是什么 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 普现菩萨十大愿王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愿 地藏菩萨 地欲不空 誓不成佛 众生道尽方正菩提 又是别愿 弱思佛十二大愿 所以一定要 法菩提心 法愿 一定要 你这样读诵 狼狼宝补 才有它的功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含要500分钟 心 тех赞 订阅 只要人 heaven 我公开 多论 的 你 犯华